皇帝的新衣 从前有一位爱穿新衣服的皇帝 一天有两个裁缝来到皇宫 吹嘘织出的布能辨别人聪不聪明 皇帝听了觉得很神奇 命令他们赶紧织布 两个骗子在织布机前忙碌起来 大臣来查看用力的揉揉眼睛 奇怪,我什么也看不见呀 但回去后 大臣眉飞色舞的夸奖布是多么的漂亮 皇帝高兴极了 于是亲自去看 可是他什么都没看见 皇帝却说 嗯,不,很漂亮 快点做成衣服 我要穿着去游行 两个骗子亮着灯 假装忙了一晚上 第二天 第二天 两个骗子假装给皇帝穿上新衣服 皇帝去游行了 围观的人们都夸赞衣服 真漂亮 突然一个小男孩喊道 天啊,他光着身子呢 皇帝觉得丢脸极了 但还是硬着头皮 坚持走完了全城 好 中文化 Monica